再过不到60个小时,2012年欧洲杯就将打响揭幕战 随后20多天的时间里,我台体频道将为您呈现本节杯赛的每一场对决 在今天凌晨的一场热身赛中,法国队四球横扫爱沙尼亚 这场大胜,因此法国队又增添了几分自信 身穿蓝色球衣的法国队迎来欧洲杯前最后一个热身赛对手爱沙尼亚 法国队只有在开场前10分钟给对手留了闯息的机会 但这个空档差一点就造成了丢球 此后,法国队掀起了永不平复的进攻团场 第24分钟,李贝里左路突破,与本泽马上演默契配合 后者脚后跟妙传,李贝里撕破防线,面对门将冷静推射,法国队一球领先 十多分钟后,法国队开出脚球 埋伏在禁区边缘的本泽马用一脚雕酸的进射将笔风改写为二笔 慢镜头回放显示,本泽马的射门不偏不已地击中远端立柱的内侧 皮球随后弹进球门 如果说这类进球有几分运气来帮忙 那么本泽马第二次破门则完全靠的是幸运的角法 他的复苏会给法国队欧洲杯之行带来不小的帮助 商庭不是阶段 梅内斯的进球将本场比分定格为4比0 这是布兰克时代法国队最酣畅流泥的一场胜利 而且他的球队已经保持连续21场不败了